大家好,我是小安,非常感谢您来到我的频道。 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们,总会有记忆力减退,老年痴呆的发生,并且脑萎缩,虽然会有出现,但是我们可以去预防,去让这些疾病来得更晚一些的。 今天,给大家用小米分享一道养生粥,我们要经常这样吃,能够很好的预防脑萎缩,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,而且能够建脑、抑制、提高增加抵抗能力,使身体强壮。 小米是黄色的,黄色的可以补皮、健胃、补钙,特别是补脑效果,很不错。 小米是五谷大量当中,营养比较丰富的一种米,比其他的米粒营养高出很多,而且容易消化吸收的。 行日,如果你的脾胃不好,不舒服,这几天刚好不想吃饭,那么你可以做一碗小米粥喝,喝上一小碗,暖暖呵呵,整个人特别的舒服,尤其是冬天,天气既寒冷。 喝上一碗小米粥,从头暖到脚,一整天非常地暖和。 小米倒入清水中,我们把小米洗干净。 小米特别的柔软,我们抓起的时候,动作慢慢地。 准备几何鹤桃仁? 鹤桃,朋友们不陌生吧? 老花经常说,隐形补形。 鹤桃形状像大脑。 所以,吃鹤桃是可以补脑的,又能够建脑,抑制。 像老年朋友们,上了年纪,多多少少地会有一点肌力下降,脑部退化,脑萎缩等等。 那么这个时候,我们就要每天吃几颗鹤桃,可以很好地补充营养。 能够建脑,抑制,补脑,增加钙。 鹤桃它的营养比较丰富,而且口感也很香醇。 每天吃上三到五颗鹤桃,能够补充一天的钙质。 营养非常地丰富。 我们准备几颗腰果。 这个腰果也是包好的。 腰果,口感和鹤桃是一样的。 越嚼越香。 我们吃腰果,也可以为大脑补充营养。 因为腰果,鹤桃,都属于坚果类。 经常吃一吃,吃坚果,可以为大脑补充营养,而且能够预防脑萎缩。 腰果,鹤桃,大约准备20颗就可以。 再好吃的东西,不能多吃。 我们来准备一盘花生。 花生是一种坚果类的。 花生被誉为长寿果。 它的营养更丰富,是果不其然的。 花生,有红皮花生,有白皮花生。 我这种花生,是红皮花生。 红皮的花生营养更丰富。 吃花生,能够补充营养,补充钙质,补充铁,补充血。 因为属于坚果,吃花生,对大脑也比较友好,能够补充一点大脑所需要的各项脑机能的营养,非常好的一种坚果。 如果早晨不想吃饭,但是呢,胃里也不舒服,可以吃几颗花生,可以很好地暖胃,健脾。 我们再准备一小盘大米。 大米,很多人爱蒸米饭吃,包大米粥,是一种主食。 大米可以做很多的小零食吃。 大米它的营养比较丰富,含有维生素,新,优质的矿物质。 吃大米,能够为身体增加剂量,可以很好地补充营养。 像平时,用脑比较多,或者是经常熬夜加班,头晕,目眩,不舒服。 我们可以包一点大米小米粥盒,可以缓解压力,缓解头晕的情况。 大米,承受很多朋友们的代爱,甜甜糯糯,香香的,特别的好吃营养。 大米虽然很好,营养丰富,不能多吃,因为大米是良性的,适量吃即可。 加入清水,用手抓一抓,把大米洗干净,洗去表皮的灰尘杂质。 红枣是小孩子,女性朋友们爱吃的一种坚果。 红枣它的营养比较丰富,有优质的蛋白质,还有矿物质,维生素等等。 红枣口感更香,甜甜的,糯糯的,像吃肉一样。 红枣的外皮也是可以吃的。 红枣在没有干之前,是鲜的枣。 鲜的枣汁水又多,口感又丰富。 吃鲜的枣有一种爆出的感觉,特别的香甜可口。 晒干之后的红枣是用于养生保健,每天泡一点红枣茶水喝,可以很好地补充营养,特别对女性朋友们是比较友好的,不气血,美容猪眼,滋养皮肤。 准备一颗南瓜,南瓜用的是贝贝南瓜,把南瓜籽去除,南瓜籽不要丢掉,我们可以晒干吃,既香甜又营养。 南瓜还有优质的蛋白质,还有膳食纤维,维生素,钙,铁,鑫,吃南瓜,能够见脑抑制,补养大脑所需要的营养。 口感香甜软糯,怎么是都不错。 准备好的食材,倒入破壁机中,加入清水,我们直接搅打,打成米糊。 花生核桃米糊汤煮好了,香甜丝滑软糯,特别的好喝。 这样煮好的汤,经常喝一喝,可以很好的煎脑抑制,增加钙含量,可以补脑,预防脑萎缩。 特别是老年朋友们,上了年纪,容易忘事,烦恼比较多,可以经常喝这道汤,能够对大脑比较有好处,补充营养,又香甜,又好喝。 喜欢的家人朋友们收藏起来,有空去做一下吧。 点开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。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。 重心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,健健康康。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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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